那把刀砍到每个父亲的身上 我想应该是很痛的 那我希望这种痛到我这边就截止 不要有再有这样的情形 谈到儿子的伤势 吕爸爸哽咽难过 虽然有机会下周出院 但喜欢打球的吕小弟弟 经历恐怖砍杀 恐怕要好阵子不能剧烈运动 他喜欢打球 他喜欢打篮球 那可能医生告诉他 可能是三个月之半年 都不能打篮球 吕小弟弟右肩和右胸分别 有十二公分和十公分刀伤 右上臂也有八公分伤口 锁骨肋骨骨折 手术轻创缝合 肋骨断裂 目前已钢丝固定 不过他已经能够起身走动 刚好隔壁床 就是长发哥哥 吕小弟弟也不忘 向救命恩人道谢 有跟这个哥哥聊聊天吗 有 他会过去看他 他可以走动 他会过去跟他聊天讲话 虽然年纪差没有 差在十岁 那我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好朋友 以后应该会常联络 吕爸爸也设计出了 安全盾牌和棍棒 和几位同业的善心人士 预估花两百万制作 这些防身装备 捐赠给终结 期盼三十四节车厢 都能够配置 别让类似事件再发生时 乘客手无寸铁 对抗凶险 吕妈妈也特别写信 表示红信嫌犯不需要道歉 他们已经原谅 最终还是那句话 感谢神 也谢谢应有帮忙的民众 其中包括奋力抵抗的长发哥 近期他也透过社群 要捍卫的对象是他的女友 面对这几天 有网友质疑女友为何在事发 还有空发文不打电话 长发哥一一解释 护女友心切 毕竟他们才是当事者 希望少一点批评 多一点爱和和平的能量 终结也补充 针对吕爸爸的建议会 检讨精进 目前捷运保全人员 都有随身携带警棍和口哨 每座车站也配置防御棍棒 盾牌和防身喷雾 加强巡逻 和见警率 TVC徐利凡卫星SNG小组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